好,接下来我们议员都咨询完毕 对于刚才议员所提的这个议事的各项 本期作为回应 首先议员审查预算监督市政 帮市民看颈荷包 是议会的法定职权 也是正当的民主运作机制 对于市长的不当举动 本期认为市长应该展现诚意 向议会及议员许出发道歉 另外刚才议员彭仁提到的 整本的市政报告里 有任何不足的地方 希望市长等一下待会报告的时候 以口头补充说明 有所了解 那市长是不是 做市政报告之前 先表态清楚 要不然的话我们搞不清楚 我们到底是针对总统候选人在咨询 还是在针对市长咨询 好,他现在是市长 请市长 那个徐庸廷议员 有问题哦,刚才我复议阮昭雄的议员 针对这个市长 台北市议会的谴责案 这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先做处理 我刚才讲了 他现在要报告 这个首先哦,这个还是要跟议会 还有这个许淑莱议员 表达一个正式的道歉 不过我要先声明啦 因为,因为经过当过一任市长你知道 对于议会的职权 或对于议会的尊重 这个我都应该要了解 还有点是说 因为当天实在是 我们是私下的谈话 然后被记者录音 但是这样,台湾处于 当然台湾处于这种媒体 出门的世界,以后我会更小心 那绝对不是一种公开去跟议会对干 我绝对不敢 市长官罢了,你会公开罢了 你会公开罢了,你会公开罢了 你会公开罢了,你会公开罢了 不是啦,我应该说 以后我会更小心 就是说我们在这种言谈之间 还是要注意 所以对第一,被人家入道 就要认了,就是说这个是不对的 第二,如果引起这个社会观感不佳 或是说议员被当事人心里不舒服 这都我们应该要道歉 所以这个对我个人的行为 我觉得应该要表达道歉 这没问题 再来是因为市政报告 只有40分钟左右 所以关于很多这个大家关心的题目 不管是大巨蛋或东七 或交代那个邓副市长 在做这个正常协商的时候 在专案报告我们会再处理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说 议员对哪一个题目很特别关心 那如果有特别关心的题目 我们都愿意用这种专案报告来解决 因为我觉得的确是要讨论一下 那大甲妈祖道庆 坦白讲这是我个人的怀怨 这个不好意思 因为我在2014年我就走过一次 所以这个是这样 很多信仰的东西 就请大家不要计较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 自己的循环 你知道 所以 没有啊 因为 我老实讲 为了这个我要去拜托言轻票 我说 你那个拔杯的时间 有没有可能可以移动 他也说没办法 叫拔杯 我就说 这个生命的事 我就不敢去干扰了 那去年有什么 没有啊 我当时是这样 我去年在选举前 我有去许个院 所以 这种个人的信仰问题 就不便在这跟大家讲 那市政时间 放心好了 我还是上班时间非常的长 我还是很认真在工作 你知道 所以实际上 我想你们知道 我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去搞什么基金 我还是很认真在做市政 那 这个还是一样 这个如果有特殊的题目 不管是东西大巨蛋 或是住宅政策 如果议员在 所以邓副市长 在跟大家做政党协商的时候 有希望要知道的 我们可以另外做专案报告 来跟大家讨论 那我们今天就先 做差不多四十分钟的市政报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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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对总统候选人 在做咨询嘛 你这个先釐清嘛 要不然我们怎么往下 继续进行啊 市长 市长还是请你自己讲 我认为你是市长 还是市长 因为我们还是很认真在 其实我跟你讲 我上班的工作时间 还是非常长 这不用怀疑 我还是很认真在做事 你被许福啊 你道歉 那你罵好 你又要不要道歉 那你今天过去市政府 用一个百多年假做的话 要不要做国家 做你去服务 那在他身上 你要不要道歉 2013年 你罵我混蛋 要不要道歉 需不需要道歉 这个2013年 你六年后 还要及交 要喔 市长 市长 你又都道歉就好了 好啦 官老你自己嘴巴 我也觉得这样 口舌之争 口舌之争 对国家真的是没有帮忙 坦白讲 这个以后我会更小心 好 我都愿意对过去的这种言语 有不当的地方 都可以跟这个社会道歉 我会努力改进 不过 不过有点 好啦 当事人道歉 谁 你喔 我 不會啦 我們兩個 不會啦 你有講過的 都给大家道歉就好了 好啦 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道歉 不過 公安 公安的問題 他如果不解釋 我今天去那邊 給他打 沒有啦 我跟你講喔 那個是这样啦 那個公安 我們也是好 可是那個前租夫 也不可以說他不要出 這個怎麼可以這樣呢 怎麼叫做代旅行 你應該會合法 可以 我跟你講 這樣啦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 我們就代旅行 但是我們一定要追腳 一定會 帳單寄給他們 我覺得還是公司 好 OK 那 好 那這樣就成交 我來處理 好 那開始試算報告 這個 在報告之前 還是要先報告一下 我們的 我們的府會首長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的蔡副市長 我想他當過台中一中 八年的校長 建國中學兩年的校長 也當過 胡志強市長的 副市長四年 當時會選他 就是說 因為他要處理這些 教育局 社會局 我認為他是一個很適當的人 所以 當時就 我沒有分黨派 我還是跟他談過以後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適當的人 所以我們就選他來 當副市長 來服務台北市民 財政局長 陳家貞 這是 算是比較年輕的 我們是像說 在一個程度上 我們一方面選有 很多我的首長都是 事務官身上來 但是我覺得一個程度上 還是 給外面的人進來 可以維持一個系統 比較有創新性 所以我們財政局長 曾家貞 算是比較年輕的 他以前是永鋒的財務長 那公務局長 就從新公署身上來 我想在台北市政府 應該工作差不多30年了 大家都對他非常的熟悉 那資訊局長 是從這個文化大學來的 他在文化大學 是當教育執行長 對這個系統的創新 對系統的這種依化 應該相當有經驗 原民會主委 那個是八竿八萬 那這個也是從我們在市政府 就工作十幾年了 我想應該是大家都非常熟悉 請大家繼續跟他指教 那市場處處長 有這個副處長陳廷輝升任 那商業處長高正元 也是從這個原來的專委上來的 那新公署長這個從方立元 從這個公園處 調到這個新公署 那公園處長喔 陳榮興 北銜是那個高鐵局的工程師 我們也是希望說 用不同的思維 讓我們給台北市帶來一種更新的想法 所以我們是這樣 我們大概一半是內部身上 一半從外面進來 我想這樣可以保持整個台北市 在創新跟穩定當中 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那還有副市長是 這應該有介紹過 好 那我們先來開始今天的市政報告 這個願景使命跟價值 這個大概是不會輕易變動的 這個願景就是移居永續城市 那使命就越市民符為城市創新 那核心價值 那我以下一個一個講 去年的這個2018年1月 我去荷蘭 看一下荷蘭的城市 深受這個影響 就是說其實慢慢整個世界的經濟 從這個現行經濟往循環經濟再移動 所以我們事實上 地球的資源不會那麼多 所以循環經濟應當是 未來一個很重要的思維 所以在回來以後 我們大概花了半年時間 把整個台北市在推動 未來循環經濟的這種策略 有寫一個白皮書 那在這白皮書之下 包括這個雨鋪滿 這個透水鋪面 能源之秋 這本來都已經繼續在做 那回來有一個特別的改變是 南港機場 南港機場算是一個很龐大的公宅 大概上千戶 所以我們大概花了七十幾億 這是台灣第一個循環經濟的建築物 那因為這是新創的東西 所以到我想這也是這樣 且戰且守 到底台灣要發展循環經濟 有時候有一個口號 由內由外由公和私 是不是由公家機關首先來率先代入 你知道 那南港的這個公宅 你知道 南港機場的公宅 是台灣第一個 用循環經濟的策略去推動 那至於在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隨著 在過程當中 看看有沒有哪些繼續要修正 不過這是第一動 大概是重點 這個空屋PM2.5 要跟大家講 全台灣六都PM2.5最低的是台北市 我們本來國家標準是15 我們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已經降到14.6 那如果要繼續往下降的話 那當然越來越困難 那包括整個私人運距要減少 因為這個交通還是 我們大概PM2.5一半是自己產生 一半是從外縣市進來 所以如果要降低台北市的PM2.5 周邊的縣市一定要跨縣市合作 另外是在我們自己台北市裡面 進一步的減少私人運距 我想這是要努力的方向 不過14.6在台灣 除了發動比我們還好以外 在整個大城市裡面 我們已經算是全台灣最低了 禁用一次性餐具 我想這是從郝龍斌市長 垃圾分類水帶徵收那個以後 台北市一個很重大的變革 這個相當有效 因為事實上我們以市府大樓來做測試 使用這個錢跟之後 你看看喔 那個整個那個 紙的垃圾 紙容器的垃圾少掉82% 然後那個塑膠的垃圾 塑膠容器的垃圾少掉66% 所以源頭減量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所以我也交代這個環保局長 關於這個大專院校委外場館 本來要四年計畫 我說不行 今年就要把它完成 我認為從源頭減量是一個很 禁用一次性餐具做源頭減量 事實上這也間接可以改善台北市的PM2.5% 因為垃圾量減少以後 燃燒垃圾也會減少 PM2.5%會下降 所以我們要開始努力的從源頭減量 禁用一次性餐具是一樣 另外一個是廚餘 台北市過去廚餘一天要產生170噸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積極的去處理 所以我們會做這個垃圾的源頭減量 是我們這一年內要積極去處理的 那韌性城市 其實極端氣候之下 不要幻想是不會有天災還是會有 只是我們慢慢的概念要改變 就是說萬一水再來的時候 這個城市就承受得起 所以包括這個綠地面積 我們大概今年預計還要增加9.4萬平方米的這種綠地 然後透水鋪面也會繼續增加 這今年會增加3.9萬米平方 永春培到年底大概可以全部竣工 我想大概現在第一期已經完工了 現在第二期大概年底可以完全完工 那志宏池 我們按照有可以做的地方 慢慢再做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現在目前台北市 每小時降雨量78mm 還可以忍受 我們目標是不是在十年內 可以慢慢增加到88 不過在過程當中 我們沒有很照鏡 就慢慢把整個都市設計的規則改變 慢慢去增加整個台北市對天然災害的忍受性 那光電的話 目前這個能源只有兩個 福德坑跟山豬鋪都已經開幕 那捷運台北機場就可以做了 我們大概目標 今年還要增加500萬Mb 那希望說在四年 整個台北市的光電可以到30百萬Mb 30百萬瓦特 有人在問 台北市未來15年到20年 最大的建設是什麼 就是這兩個 TOD跟EOD TOD就是 那個T字 就是以交通為導向的都市計畫 坦白講 這是我去日本考察的時候最大的心得 當年30年前 台北市在發展捷運的時候 就是這個地方漏掉 我們應當是以交通為導向的都市計畫 那其實這個細節 還在一步一步 目前還在做 特別是我們現在環狀縣 北環南環跟東環 將來要蓋的時候 這大部分還在台北市區內 所以如何建構 以交通為導向的都市計畫 比方說容積率的調整 都市計畫的布局 我想這是大概都發局在未來一年內 慢慢會公佈 這個TOD 那個細則到底要怎麼做 我想這是今年的重點 另外一個是EOD 那一是Education 民國五十七年 台灣開始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到今年超過五十年 所以要跟大家講 未來十五年裡面 我們台北市 236個學校的70%的校舍要改建 所以現在是要改建的時候 你知道 因為現在少史化 我也認為台灣的大概少史化 是已經趨勢 十五年內大概不會改變 所以目前這個學校 我想很多人在講說 那個學校空間 什麼要四處 我倒覺得我們這次要很靜下心來 如果我們在十五年內 236個學校 70%的校舍要改建 那麼一次要到位 就是說 它裡面到底 你脫兒熟脫嬰 還有那個老人的那個 日間照顧中心 日間活動中心 到底要怎麼設一次想 把它想進去 那凡事一定要有一個 試驗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個 就是孟甲學院 孟甲學院 是我們在測驗EOD 的第一個案例 所以這個案子 本來是就是說 教育局在主辦 現在已經提升到 大概是虎級直接會列館 我們如果把那五 現在五個學校 有四個操場 我認為這個不合理 所以這五個學校 將來這個操場 要怎麼整併 圖書館怎麼整併 然後能夠把周邊的這個 脫嬰 脫幼 日間照顧中心 区民活動 怎麼整合進去 你知道 我們需要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成功的案例 我們挑就是孟甲學院 但是這樣 我們也不會來一次到位 所以我們希望在孟甲學院的過程當中 廣收集民意 看看說 如果未來15年內 70%的校舍要改建的話 到底那個設計要怎麼做 這是很大的工程 所以應該跟大家講 我們希望在一年內 把未來台北市 在15到20年內 最大的兩個建設 TOD跟EOD 在這一年內 要有一個清楚的導向 我認為是這樣 這個整個台北市的都市計畫 不要因為換了市長 整個大轉換 所以這個TOD EOD 一定要相當多的公民參與 只要大家決定大方向以後 將來不管誰當市長 就按照這個方向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認為 TOD EOD 是在一年內要搞定 把大方向確定 那確定未來15年 單單一個環狀縣 北環、南環跟東環 我估計是在2000億 那如果再把這個 這個周邊的這種 供購什麼加進去 大概這個是幾千億的 台北市發展 所以這是台北市 在未來15年很重要的發展 那 我估計 EOD差不多 因為70%的校舍 改建的費用 應該也是上千億 這個恐怕會比公宅的數量還大 我說金額上面 七七門戶計畫 是我們第一個任期 算是比較有成績可以交出來 那也跟大家報告 大家在關心這個 E1、E2 C1、D1 就雙子星你知道 到現在為止 台北市政府都沒有可以被批評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採用公開透明的手法 所有的會議紀錄全部上網 所有的疑問 有任何的變更全部要上網 所以到現在為止 就台北市政府沒有什麼可以被批評的地方 現在卡在 頭審會不敢認定中資的問題 那這個是這樣 事實上我也要求彭副市長代表台北市政府到經濟部去談 我對C1、D1的態度是這樣 你過就過 不過你認定他中資也沒有問題 我就下一個投資者 那下一個得標者 我就開始跟他移架 所以是這樣 在這個雙子星 台北市政府沒有預定任何立場 他就希望說 中央你怎麼審都可以 你就快一點告訴我就好 那我現在這個案子被卡住 是因為立法院也插手 他還要求說要在立法院報告以後 經濟部投審會才可以開始審 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我也希望說 我們議員跟市政府應該是站在同一邊 我沒有特定立場 我只希望說到省快一點 那另外報告好消息 E1、E2 本來是鐵路局的 我發現是這樣 因為台北市政府還是能量比較高 所以我派彭副市長去跟鐵路局 台鐵局去算是談判 就是說 我們幫你開發 我們幫你做 你就交給我們 所以這個E1、E2 我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 把圍梨拆掉 那個綠率可以讓市民使用 這樣的話我們整個那個西區門戶計畫 就多一塊綠地可以用 至於這個細節 我們是授權這個 彭副市長跟台鐵局會做進一步的討論 所以我們這個 希望說在最短的時間內 讓E1、E2這個綠地 可以併入這個西區門戶計畫裡面 那其他就是 這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建設是這樣 雙子星喔 事實上你看看 他從前面喔 那個他要跟前面的那個市區要對接比較困難 雙子星反而是對後站的發展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目前有要求這個都發局 針對雙子星在蓋的過程當中 整個後站的都市計畫要一次規劃 而且都市那個後站你看 它裡面歷史建築物 我想很多都被限制住你知道 所以整個後站我認為它發展好的話 恐怕將來它的潛力比大稻埕還好 為什麼 因為它交通比較方便 所以整個這個雙子星在規劃的時候 在做都市計畫的時候 我們已經要求都發局 把整個後站商圈 定進去一起思考 那我想這個是 那應該是一個很大的開發案 但是我知道那裡面很多歷史建築 說要拆掉重建 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在保留這個歷史建築當中 可它變成一個活化的這種商圈 這是我們可以思考的 那其他像這個鐵道博物館 跟那個郵政博物館 因為這個不在台北市政府管轄範圍內 那我們希望說中央在這個地方 可以再做快一點 那其他大部分 包括市議會 還有整個西區門戶 門戶的人型動線的改善 這我們都陸續續續在進行當中 所以現在是這樣 雙子星拜託中央動作快一點 我沒有預測立場 就直接喊話 你快就好 那怎麼決定 那這個一萬一兔 我們會跟鐵路局 再討論 我們願意幫它代板 幫它處理 那後站的商圈 都市計畫 這個我們會正在進行 這是西區門戶計畫 在目前比較大的重點 東區門戶計畫 大概是我們最重要的 一個在這個任期 最重要的一個建設 第一個 國家會展中心 在今年三月已經開幕 那因為事前我們在一年前 就開始做交通規劃 所以雖然這個 國家會展中心 開幕到現在 沒有造成這個南港地區的交通 很大的障礙 這是我們事先 在一年前就開始做防備 所以大概目前整個交通動線還好 南港平開工廠 大概遇到 今年十月會完工 我已經要求產業局 在完工之前 OT就要先做出去 將來誰要來接 在這個驗收之前 就要去確定 這樣會減少工程的介面 所以這個大概 南港平開工廠 我希望在明年初 就可以正式上線 國家生技園區 事實上在2018年的 十月已經開幕 十月已經開幕 十月就竣工 十月已經開幕 那陸陸續續在進駐當中 所以我認為這樣 我們為什麼對中校營區 那個生技大樓很注意 因為從中原院 國家生技園區 到中校營區改建的VOT案 這是台灣生技產業 最重要的研發聚落 那生產我覺得是這樣 透過高鐵線 還是在竹北生產 因為我們台北市 南港地區的地還是比較貴 所以南港地區是研發 真的那個生技的產 那個生產的工廠 應該還是放在竹北 那除了這個生技產業以外 我們看看這幾個重點 南港全區通盤檢討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產業 產業特定區的一個 免掉那個30%的回饋 這個在做 那南港車站 是整個台灣東北角的交通運輸樞 這個我們繼續建設下去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這個今年 這個月 我們會試唱 我想這個已經秒殺 因為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們要試唱一次 還是要做這個動線的規劃 還有這個音響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月會辦一次試唱會 然後再看哪些要再修正 大概最慢 我想明年初可以正式上線 不過大概到今年年底 大概陸陸續續會開始 這個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就要上線 那南基地 是要到年底才完工 大概慢半年 那整個東區的這個公宅 我們陸陸續續等一下有建 在這個南港地區 我們的公宅大概有三千戶 這概念是這樣 我們不要重蹈內湖的問題 今天內湖的交通問題是 內湖每天有15萬人從外面進去上班 在下班再從15萬人離開 那只能經過成功橋、成美橋跟自強隧道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說 將來在整個南港產業 在這裡工作有相當大的比例 就在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有規劃 大概現在有規劃差不多三千戶的公宅 那能不能有地在蓋 這我們會再思考看看 所以在整個東區重要的建設都在這個地方 南港區的通盤檢討 我們在1月已經通過這個 這個細部的實施計畫 那陸續就開始 我們有把那個都庚的工作點 布了八個工作站 那陸續是在推動 我希望在六年內 這個都庚可以做的就給它做 那公宅我們蓋了三千多戶OK 那南港轉運站 東側那個公辦都庚案 在去年就已經飆出去了 那現在陸陸續續就在做規劃 成功橋的擴翻 今年11月會完工 那剛才講過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這個月會四唱 那南基地的話到年底會竣工 那南港生技園區 我希望在今年內也是可以開工 都庚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有推那個168專案 那我們最近還有再做一次 Revise 再做更新 我希望說整個都庚的流程 還是會讓老百姓更方便 所以我們目前是這樣 大概有符合100%的 但是口號是168 100%的同意 六個月要發建造給你 目前有成功的 大概140個工作天 就可以發建造給人家 不過我們還會再做更多的這種修正 就是說能夠適用這個的 案子可以更多 那我們最近還有一個規定 海沙屋90% 市銅100% 我覺得海沙屋還是有危險性 所以在90%我們就比照100%的處理 意思就是說 政府會用更大的執行力 來處理這個都庚的問題 所以這個168專案我們再推 另外共發都庚 在林副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發了85處的更新地區 這會推動 那公辦都庚 我們有15處 那已經簽約有6處 我是主張是這樣 大概也不可能都發局去做全部的公辦都庚 所以我們要如何用都庚中心 委外的方式來擴充那個能量 這我們正在還在思考 我們最近會針對這些 都庚的工作站 都庚中心 如何讓它能夠更有效率 能量更大 這我們最近也在思考 那市場 大概今年最重要兩個 大龍市場 大概今年的7月會完工 10月就要開幕了 那環南市場一起 大概也是 預計10月要進駐 這兩個市場 重點不是在硬體建設 重點在軟體建設 為什麼你知道 環南市場大概花55億 大龍市場13億 我是不希望說幾十億發下去 在開幕那一天 把過去那些救習慣全部帶回來 所以我有發了 兩千萬的一個標案 兩千萬 我們還可以追加 應該給到三千萬 就是說如何做軟體的改善 包括垃圾不落地 甘絲分離 這個什麼電子交易 種種 所以坦白講 台北市的市場改建 硬體我反而不擔心 我比較關心的是 軟體的追上來 因為過去那種習慣 要改掉我覺得很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標案 希望在 搬市場之前 就開始導入 你知道 因為我跟市場處講 不太可能 換一個空間 突然他過去的習慣全部改變 所以大概 目前在那些 舊的市場 就開始把一些東西導入 所以有人會質疑說 這個會不會浪費 因為這裡做 將來搬過去還要再做 我認為這個市場 在術語叫 我認為這個浪費沒有辦法避免 所以我願意花這個錢 因為改變人的個性很困難 所以大龍市場跟環南市場 重點不是在硬體建設 重點在今年在硬體這個在搬家之前 我們要開始把很多這種習慣要改進 剛才講過 垃圾分離的 垃圾不落地的 乾濕分離的 電子交易的 還有這個一大堆這種 反正一大堆 包括招牌怎麼設計都要講 成功市場 這次又流標 我已經跟大家講說不可以 這個一定要專案 府級要接管 我們大概 最近會再招一次標 這個流標太多次了 我覺得這個還是不對 要抱歉 南門市場的話 進度就比較正常 中繼市場大概今年就完工 那我們希望說 主體工程 明年三月開工 保證在三年內完工 或者說這個人家壓軍硬狀 我們原則上是這樣 搬出去三年內一定要搬回來 上面要怎麼慢慢蓋 那再講 但是就是那個保證要搬回來 滴果菜市場 魚市場 我們希望在年底可以決標 明年一月可以開工 那環評應該到五月 應該可以全部做完 剛才講過 我們這些大的市場 重點不是在蓋著硬體 重點是軟體怎麼解決 所以整個市場的現代化 包括衣化 還有乾淨 食品的這種履歷表 這種軟體的進步 我覺得還是我們 對我來講 反而是比較困難 因為這不是花錢可以解決 所以我們也因為這樣 為什麼我們去把那些 攤商的二代 都找來 因為我認為這樣 要說服年輕人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 攤商的二代 可以找來 來組成一個 一個 攤商的二代 來進行這個市場軟體的改建 林理家庭改善計畫 我倒認為在台北市過去幾年當中 這個小工程是顯現台北 來成一個文明城市很成功的地方 因為台北市有456個禮 我們要做完80%才叫成功 到今年的3月 456個禮 我們已經做了328個禮 然後很明顯的 有做的禮 比較之前跟之後 上網降64% 所以比方說林理家庭改善計畫 對整個台北市的文明城市的提升 只有必要 這個我們會繼續進行 我們要把這個456禮全部做完以後 下一批就是 要做那個每四年的免天的計畫 因為我認為這個還是要不斷的 隨著每年再進行 標線要重劃 這還是要處理 所以第一個目標是 把456禮全部做完 它本來是預定到明年可以全部做完 看看 在明年之前 把拼全部做完 做完之後我們就開始有 那個每年的更新計畫 所以林理家庭改善計畫 算是我們一個比較小的工程 你知道 但是所以台北市整個市容改善是非常有用的 那這個道路 道路品質的改善 大概每年花4億 算是路平計畫 慢慢 我們大概每一區有找一條馬路去鋪 大概以後就建立一個高標準 你知道 那我也希望說不要一直挖馬路 換馬路 所以我們就一次用高品質做好 所以這個有做的道路 我想那個有去用過 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聽到有什麼抱怨 我們會持續的注意 大概以後台北市就一年 發4億元做道路的更新 我想這一樣 這是做一個文明城市 該做的事情 那U-bike U-moto U-car U-parking 這大概是四個U U-bike算是很成功 到好市長時候做一半 我的任何又做一半 我們現在大概四百個站都完成 一萬三千輛的腳踏車 這大概可以 那第二代的U-bike怎麼做 好問題 這最近 因為當年我猜 我本來說U-bike大概會被O-bike取代 不過現在看起來 也不是O-bike取代U-bike 而是U-bike會有2.0 但是U-bike2.0長什麼樣子 現在正在討論 所以這個是正在研發 就請大家敬請期待 因為目前這個設站的方式 成本太高了 所以那個是不是武裝是要怎麼設計 這好問題 所以我覺得U-bike 大概這是我們算是台北市 比較成功的一個都市建設 至於下一步怎麼做 交通局跟捷安特還正在討論 這個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U-moto 我們已經有兩千輛了 到今年年底會達到四千輛 至於要怎麼再擴展 這我們會看看 因為基本上我們也不是很鼓勵 一直騎摩托車 不過U-moto 至少這個U-moto 全部都電動車 所以到現在為止已經到 到今年年底會達到十千輛 U-car 因為這個U-car現在不能叫U-car 所以它有一個叫car sharing 大概到今年年 現在已經有100輛 年底會到500輛 本來一開始是說希望全部電動車 但是後來發現那個成本太貴了 所以現在是油電混合 所以U-bike U-moto U-car 這個我們會繼續推 現在比較重要的是U-parking 我不太贊成一直蓋停車場 應該是把目前台北市每個私人的大樓 公家機關的這個 以那個AV&B的概念 AV&B如果你家的房間可以拿出來共享 那麼你家的停車 能不能拿出來共享 到現在為止 我們已經做了三千格 U-parking 那 交通局給我的報表 他一開始寫得比較保守 他說每年增加三千六 不過我覺得這U-parking 我們可以考慮怎麼引進業界 可以做更快一點 所以共享經濟 在交通方面 是台北市政府在交通 建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U-bike U-moto U-car 這個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1280到現在已經賣了250萬張 坦白講 這個應該是對新北市民的好處 比對台北市民的好處 但是我們還覺得值得推 為什麼 因為每天有80萬人從新北來台北市上班 你讓他騎摩托車進來 也是造成我們交通的大混亂 所以 雖然這個1280這個 對雙北市的市民好處 比對台北市民好處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 基於整個交通的管理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有推 那事實上我們從去年到今年 如果把這個捷運跟公車算起來 我們的大眾運輸量還是有成長3.5% OK 另外一個是智慧型站牌 智慧型站牌以前推得很慢 因為它要簽電線 所以很困難 但是現在有那一種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電子板的那一種方式 它用電量比較省 所以如果再搭配這個太陽光電 你知道 另外秘書長有個概念 他說乾脆簡單 那公車牌就貼一個QR Code 你就直接看 就跳出來就好了 所以整個這個智慧站牌 我想我們到今年 等我們比較確定怎麼做 大概到今年年底 就把整個公車站牌 會全部給它智慧化 最差就用QR Code 貼在那裡 用手機一掃 就直接就出來 所以整個 整個 這也是這樣 硬體的改善 特別是我們現在那個 電子板 黑白的電子板 它很省電 所以過去一定要挖電線 才能夠做這個智慧公車牌 這個我想我們在今年年底 等我們方法確認以後 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 把台北市的公車站牌 全部都智慧化 公車路線總檢討 就陸陸續續有在做 不過進度不是那麼快 我想我們在八橫八狀 幹線公車這已經確立 所以捷運加幹線公車 就是台北市的公共運輸的最底層 再來就整個在這個基礎之下 公車路線要重新調整 那這個我是不主張 一下子大調整 我們就慢慢慢慢慢慢這樣放過去 所以大概未來幾年之內 整個台北市的公車路線 會陸陸續續一直在修正 那我們也希望說 在過程當中 不要引起太多的環遊 我們就再慢慢這樣做過去 捷運 這個環狀線 年底會通車 南環狀線的中環站 不過這個都在新北市 那北環跟南環 在這個 已經在國發院 國發會在審 我想這個很快會通過 那東環線已經送進交通部 所以整個環狀線 我們希望說在最短的時間內 而且我們當時 有特別要規定 這個環狀線的基電系統要統一 不可能環狀線基電系統不一致 所以這個我們會避免這個犯的錯誤 所以整個環狀線的基電系統會統一 然後就給它做起來 那新莊基場也是年底會完工 那東元線 現在還按照一定進度在走 那萬大線也是一樣 萬大線我查過 現在落後大概3.5%了 不過我們會增加淺噸機以後 大概會把工程再追上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是 還在可接受範圍內 萬大線跟東元線都還在可接受範圍內在走 那今年我們大概最重要是整個環狀線的 北環南環跟東環 可以確認以後 那看什麼時候可以開工 那捷運喔 我們這幾 我們其實捷運已經大概20 從有捷運到今天你知道 那個票價都沒有調過 坦白講喔 那壓力是很大 不過後來我們要求捷運 商業極大化 就是說裡面的商業空間你知道 可以拿出來租的都拿出來租 然後我們現在廣告也賣得比較好 有比較比較個策略 希望說那個廣告商是藏租的 那費用也比較高 所以我們透過整個捷運商業化的改善 你知道嗎 那特別是我們大概是這樣 我們有117個車站喔 今天一個重要的東西是物流要引進 就是捷運站要設置那個智慧的那個支付櫃 所以捷運我認為是這樣 捷運是台北市政府裡面喔 應該他扮演先創者的角色 所以不管是依化啦 或是這種廣告你知道 他應當 應當在跑在整個台北市政府前面 所以我們會把捷運視為整個台北市 在整個市政革新 最先的那個試用單位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們 因為當時要關於這個C1D1 本來說要不要試試捷運公司 來設這個不動產開發 不過因為這C1D1實在太多錢了 太多人矚目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40車站 哪一個來試試看 看看會捷運開發土地 他自己在捷運公司裡面自己有個不動產的開發 我們拿一個小小的target來試試看 所以捷運公司在未來的時間內 我們希望他能夠更活潑更有創意 那也希望說他能夠增加收入 來減少這個捷運票價要調漲的這個壓力 我們想辦法 看可以撐多久算多久 翡翠專館喔 今年7月會開工 那就按照這個繼續走 那成功中正橋的話 也是預計5月會開工 這兩個是比較大的重要建設 再來報告一下 悠遊卡 在今年的1月底 2月1月底 已經拿到那個電子支付的票證 電子支付的資格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 無現金交易 我們會開始積極導入 目前我們路邊停車收費 29% 差不多30%是無現金交易 我認為到年底的時候 等到悠遊卡整套上限的時候 我們這個要給它大幅拉高 兩年前我在講說 在兩年之內 要把這個台北市的什麼 現金跟那個銅板跟紙鈔消滅 很多人都以為我在開玩笑 我是講真的 如果中國大陸都做得到 我們一定要追上去 目前整個韓國 聽說無現金交易已經 達到80% 我認為韓國做得到 中國做得到 台灣應該要做得到 所以我們喔 在今年的這個悠遊卡 在2月已經通過電子支付 我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這個無現金交易導入 那我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年的9月開始 新學期開幕的時候 所有的校園要導入無現金交易 那這個我已經要求這個 陳志明副秘書長 要負責這個專案 包括無人商店 這個都要導入 所以我們希望說整個智慧的支付 無現金交易 以學校為槓桿 236個學校當槓桿 在今年9月導入 然後再看看這個多快的速度 會把整個台北市的無現金交易 吹下去 這個目前在講 以大型活動帶動都市發展 這是我們的也是個策略 那跨年這個今年是53萬 有些缺點我們有在嘗試創新 不過好像不是非常討好 不過還是鼓勵每個局處去做創新 所以這跨年晚會我們做檢討報告 明年看要怎麼辦 台北燈節 本來明年到底要在哪裡辦 思考很久 但是還是沒有勇氣 一次跳到洞區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還是在西門町辦 但是在南港車站開始試辦看看 就一個比較小的規模 我們看看 因為聽說南港那個地方 燈節的時候都在下雨 所以要跳過去 府內的長官都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明年的台北燈節 原則上還是在西門町辦 但是在南港地區 我們會開始用這個 比方說北流 或是南港車站 南興公園 開始試辦一個比較小的台北燈節 如果OK的話 你知道 後年就整個跳過去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用大活動 來帶動都市發展 那很清楚2017年的台北燈節 把西門町的環融搭上來 這很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也希望說到2021年 你知道 是不是透過整個台北燈節 移到這個東區那一帶 可以把這個南港的整個經濟活動也拉起來 那因為這個 因為我想要等到北流 北流進駐以後 那一些 包括這個平蓋工廠 北流 這些比較確定以後 跳過去會比較安全 所以原則上 明年台北燈節 還是西門町當主場館 那在南港開始試試看 那至於河安音樂機 這個就該怎麼辦 那光之祥願 這要非常感謝這個全聯 你知道 那個在過年期間 在我們台北市政府前面 這個都是私人出錢 你知道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 只算是 只能說謝謝 謝謝這個產業 這個大不了兩百萬人來看 所以這個是一個公私協力很好的案子 就是 那個私人企業出錢 那我們公家機關只是幫忙 交通維護 弄一弄 所以非常 這個吸引了兩百萬人來 相當成功 開災節 我們會繼續辦 白座之夜是跟法國的合作 這會繼續做 而一樣 白座之夜今年是預計在內府辦 那我們需要一樣 我們有兩大活動 你知道 台北燈節跟白座之夜 那我們利用這種大活動 來帶動都市計畫的更新 發展 這是我們目前的想法 那我們這個 變成說 我們要提早一年前就選定地方 那做一年的準備 我想這樣會 利用大型活動來帶動都市發展 會比較成功 台北發系列 這是這樣 我們也希望說台北變成一個 比較漂亮的城市 像茶花展 我們這個大概 在春節前後 你知道 這個會辦 這個大概每次 差不多一兩萬 以前大概三萬人上下 在台北花 茶花展 在陽明山 這個 樂佛夜英季 這要非常趕 這個就典型的 什麼叫公私協力 你知道 坦白講 那硬化都是民間眾 我們只是公園出去擺幾個燈而已 可是這一下就可以吸引十幾萬人來看 你知道 那今年是說到二十一萬人 我知道去年是差不多十五萬人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就是 地方經營 那政府只給一些 什麼 告示牌 弄個燈 一些小 我們政府花一點小錢 你知道 就可以讓它變得很漂亮 那 士林觀禮的郁金香 有四十三萬人進場 陽明山花季九十三萬人 杜穴花季 我們本來的計畫是這樣 每年種十萬棵 連續種三年 我們希望從這個大安森林公園 到寶藏園 包括溫羅町這一帶 你知道 都種滿杜穴花 那這是我們這個城南的 這個 台北市南半邊的這個城市的 風貌的改變 我們現在用杜穴花季 那玫瑰展 我們現在大概每年四月中 新生公園是主力 所以慢慢再建構 那竹子湖 這算是這個 台北市第三個農業專業 農業休閒區 農業休閒區 這輩子 竹子湖的海漁劇還算是滿成功的 大概那個產值可以到1.5億 那士林管理的局發展 這個是本來就已經行之有年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台北市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 都有花可以看 我們希望說 這個慢慢讓台北市 要變成一個比較文明的城市 你知道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文化的表現 至於怎麼做 可以做得更好 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意見 北流 這講過了 大概就是 這個月會四場 大概年底大概 最慢最慢到明年就正式開幕 不過大概今年陸陸續續就會開幕 北藝 這個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都有在按照進度在走 這個大概外牆年底會完工 那內部工程還在做 這個也要感謝議會 後來還是追加預算 7.5億去解決 就沒辦法 不追加預算也做不完 所以北流北義大概就按照進度在跑 城市博物館 這就是概念 我們要建構一個沒有圍牆的城市博物館 北投是一族 而且北投那個地方 公民力量 公民團體非常成功 就可以做 這個城北這一個 就是現行公園 我們現行公園 大概到今年的9月 從雙連站到中山站這段會完工 完工以後我們再思考看看 到底要不要再往北往南延伸 這個也可以討論 不過我們今年9月把那段做好以後 下面有陳平的地下街 每天有3萬人在地下街走 然後那個南西站 南京西路那個陳平的南西站 從南西站上面有現行公園 下面有地下街 這已經變成台北一個 那旁邊那個赤峰街再給它做起來 我希望它是一個台北市的那種文創的一個基地 至於說 在今年9月之後 你知道 整個這個地區的下一步的發展 現在還沒有定論 這也需要大家可以再討論 孟佳齁 以前這個許立民局長在的時候 算是 琢磨相當多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要解決 剝皮療 那我們今天早上又討論 到底剝皮療要怎麼做 我倒覺得這樣 不要去更改那個徵收的那種 不要再去想要去想東想西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剝皮療就是剝皮療 那個要商業設施 在剝皮療外面就好 我意思就是說 讓老百姓賺錢 你不要政府想要賺錢 所以整個那個孟佳 從孟佳公園 龍山市的那個V2 V2那個地下街 到這個剝皮療 我們還是陸陸續續 會做整體的規劃 大道成到現在為止 都還算表現良好 我想我們也花很多力氣 在跟他做 城南就是從紀州安 保障岩這一帶 加上杜鵌花 所以我們希望說台北市 在這個西線 你知道 從最北邊的這個新北頭 然後到這個孟甲 不是那個大道成 現在到城北 那到城南到孟甲 這一線你知道 在台北西線的這個地方 因為是台北比較舊區的發展 我們要開始建構五個 沒有圍牆的城市博物館 那這也是屬於台北 軟性的城市的發展 至於這樣 怎麼做你知道 這我們還在思考 不過目前這個業務 五個城市的博物館 業務由文化局主政 那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話 也歡迎大家給我們指教 賣食產業 這個是我們陸陸續在做 我們今年會成立專案辦公室 那會有整個賣 慢慢的我們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北市五千人以上的活動全部列管 我們如果用活動 來帶動這個會產產業的發展 為什麼你知道 一般我們去國外開會 如果他順便有一個什麼活動 比較會吸引我們去 因為我以前我在當醫生的時候 純粹去開會大家興趣不高 去那裡順便有什麼活動可以看 大家比較會去開會 所以我們希望說台北市一年到頭 每個時期都有活動在辦 然後利用這個活動 來建立整個台北市的會產產業 那這是我們今年的產業局 跟官傳局 兩局要合作的一個事項 那目前正在規劃當中 有陸陸續續一些計畫 正在做 我想到下一次的市政會議報告的時候 這個會更完整 那目前台北市其實在 其實台北市還是全台灣外資投資最多的地方 因為市長從數字會說明一切 你看那個投資金額你知道 我上任的時候我們台北市佔FDI 你知道齁 全國是52% 到去年就到76.6% 表示說台北市還是全台灣 外商投資最好的地方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經濟活動最好的地方 所以這個佔比你知道 不過坦白講 這也不應該值得高興 這表示說台灣整個經濟的發展 在過去幾年不是很好 所以反而台北市的佔比變高了 那為了保持整個台北市這個投資環境的改善 我們有幾個辦公室 一個是ITO 這個專門ITO Invest Taipei Office 專門給外國公司來台灣投資的時候 單一窗口來處理 另外我們一個是 那個PMO的話就是處理這種 智慧城市產業的 那個資訊局在管 還有一個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專門在處理BOT 所以台北市目前在處理這種投資 大概三個辦公室 一個是專門給外國公司用的 一個是處理BOT用的 一個是處理智慧城市產業 大概三個局處 管三個辦公室分別在做 這個產業局一樣 我們還是有辦很多的媒合 其實台北市 因為我們的農業 台北市GVP 農漁業加起來不到1% 所以台北市去賣水果是沒有用 我們大概還是要出去外面招商 所以我們這次去波士頓 主要是在講生技產業 台北市大概只有兩個產業有辦法做 一個ICT 一個BIOTEC ICT到現在為止還算成功 剩下就是如何讓它能夠更新而起 那這個大概內服之心 那個BOT案就是為了ICT的更新 至於說台北市在未來產業 比較有機會發展的是BIOTEC 至於怎麼做 坦白講我們還在思考 所以我們這次有去波士頓去看一看 我想應該會給我們一些啟發 所以台北市如果發展產業 大概還是有兩個 ICT跟BIOTEC這兩個 那剛才講過我們有創業辦公室 這個就是你要創業 全部在這個我們市政府一樓 有那個辦公室 One Stop Shop 全部在那裡處理 另外我們大概第一任四年你知道 補助11億 貸款11億 所以它加起來叫雙11億 已經花了22億 OK 另外我們新創基地 規劃22個已經開幕10個 還有12個 我後來有跟這個產業局長講說 如果在四年內還在開12個 恐怕來不及台北市的需要 所以最近會把整個台北市 這些大學的這個管 那個育成中心的人找來談談看 我們如何跟各大學的育成中心去結合 然後市政回去給它support 我想這會比我們自己去開新創基地 速度會快一點 這我們要再努力 那這裡我們還是會跟國際 繼續做連結的 所以我們大概在 我們有輔導機制 剛才講過 新創基地只靠自己恐怕來不及 所以我們在短期內 可能要跟各大學合作 那育成中心 你看能不能讓台北市的創業 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那 勞權 這個反正我們是全台唯一勞動局 坦白講我也沒有給勞動局長太多的干涉 就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智慧城市這五個是這樣 台北市在發展智慧城市 原則上還是說 如果要去干涉私人企業太麻煩 所以還是說我們自己可以做的範圍內 比方說智慧公宅 我們還是有一萬兩千戶的公宅在幹 所以裡面的智慧電表、智慧水表、智慧瓦斯表、智慧電房 智慧保全系統 一萬兩千戶就可以達到足夠的經濟規模 去拉動整個台灣在智慧建築的發展 智慧停車 因為所有交通號碼都是我們管的 所以這個我們會再加把勁 讓它可以引進 智慧健康照護 其實我們台北市聯合醫院加起來應該是三千五百床 其實我們是台灣最大的單一醫療體系 所以這個可以開放出來做智慧健康產業的發展 智慧教育的話 這個我們已經投資16億 我們大概在今年到明年上半年 台北市所有的學校 全部會建構 校園free wifi 每個教室都有 我們的目標是國小三年級以上 全部有mobile device 當然是不是要iPad 我就可以討論 因為硬體的進步我們很難預測 不過我們希望是這樣 到明年的時候 台北市所有國小三年級以上 所有的學生都有自己的mobile device 可以去上網 因為沒有這樣的話 你知道齁 我們那個 那個 因為數位落差 你知道齁 造成貧富懸殊 沒有辦法克服 這是我們非常一定要克服的 所以我們希望在兩年內可以全部解決掉 那我們已經編預算16億 我想這個 我們大概分幾個 一個是現在那個庫克雲你知道齁 我們還跟很多外界在合作 這個應該讓每個學生不用上補習班 他就可以去上去處理 所以這克克雲的改善 這我們一條線在做 另外一個是這樣 叫ESN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整個校園的依化 你知道齁 本來我是說 國小國中高中分三個標 不過他們 這個教育局在討論說 三個標但是不一定要三家公司 有本事一家公司全部包也可以 我要整個讓整個學校要依化 所以學校依化齁 是我們一個很重大的目標 那另外就是 國小三年級以上 所有的學生都有一個mobile device 可以無限上網 再解決數位落差 這個不解決的話齁 台灣的貧富宣訴沒有辦法解決 那這個智慧金融齁 剛才講過了 悠遊卡已經得到這個電子支付的通過 以前那張悠遊卡有什麼缺點你知道 每筆交易不可以超過一千 那每天好像交易不可以超過一萬 台北市隨便買個東西都不止一千 這怎麼用 所以我們要做到這個 悠遊卡一旦這個打破以後 你知道齁 整個台北市的無限交易速度會變快 那我也認為這是 台北市在推無限進交易 這個今天很多議員在講東區的問題 坦白講齁 物流 無限進交易 AI 這幾個下去你知道齁 在未來五年內 整個台北市的經濟環境會大改變 因為目前這種實體店面 是賣生活經驗 不是賣東西的 因為賣東西它拼不過那個電商 所以電商 無限進交易 這個還有這個物流 特別是我們現在在所有的 我們今年大概在七月齁 台北市開始設置 所有的捷運站 包括還有其他一些地方 加起來有兩百個地方 我們開始設置那個支付費 這是物流的改變 所以 所以坦白講齁 今天不是東區的問題 今天是當台灣面臨這個電商 當人工智慧物流出現的時候 整個台灣的經濟要如何做因應 這才是我們思考的地方 西門町之所以還可以繁榮 去西門町不是買東西 它是生活體驗 是年輕人去哪裡玩 這種電商越來越發達 目前這個實體店面 我想這個邏輯要改變 所以我們在考察東區的時候 我們在想齁 當如果電商繼續跑下去 無限金交易繼續跑下去 整個這種所謂實體店面的運作 到底要改成什麼樣子 坦白講 這個我們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 所以整個東區的問題 我想不是 不是只有去做一些活動 至於怎麼做 坦白講齁 我們在思考 我想這是 在未來五年之內 整個台灣的經濟面貌會改變 所以你想想看齁 如果 我們本來的計畫 我們按照預定計畫 今年九月開始 台北市 兩百三十六個學校 分成三個標 無人商店要引進 這無人商店 一旦引進學校 我們就可以想 那7-11怎麼辦 一旦它成功 整個台北市 一大堆7-11 面貌全部都會改變 所以是這樣 它一定會發生 發生以後怎麼辦 現在還無法預測 所以我們在一個程度上 由內而外 由公而私 你知道 我們希望從公家 內部 往外部私人企業移動 所以學校 是台北市 實現智慧城市 很重要的試驗基地 因為這個 我們在市政府 比較可以嚴密控制 你知道 可以比較容易控制的地方 而且它的 金流量也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會用學校 來試驗這種 無人商店 無現金交易 智慧支付 各種方式 費用這個來試試看 剛才議員在講公宅 我要承認 這的確是我們做的 政策大轉亂 一開始說 我們要蓋公宅5萬戶 我跟大家講 目前台灣 連續三個月 沒有住的人的房子 80萬戶 你想想看 如果台灣現在有80萬戶的空戶 請問我們有什麼理由 要蓋20萬戶的公宅 這個有問題 所以老實講 不管是我們台北市政府的 甚至中央那個什麼 20萬戶公宅 這個政策是有問題的 我再講一遍 目前我們超過30月 全台灣 超過三個月 沒有住人的房子 有80萬戶 連續12個月沒有住人的 超過60萬戶 如果這是事實 請問我們為什麼要蓋20萬戶公宅 這表示整個台灣的居住 爭議出問題 我們的房屋 房屋是蓋來住的 不是蓋來炒的 所以這問題要解決 所以我們是這樣 公宅我們還是會蓋1萬2千戶 一定有一定的數量 但是包租貸管 以防養老 所有這些 我們需要再靜下心來 再重新思考一遍 目前台北市 超過12個月沒有住人的房子 超過3萬6千戶 所以表示說 如果讓那些空屋可以進入租屋市場 這是我們要思考的 那也因為這樣 你知道 包括我們現在有公宅 租金分級補貼 包租代管 以防養老 種種我們要做一包 再思考 這個是鄧副市場負責的 我倒覺得這樣 我們要很誠實的講 那個蓋5萬戶公宅這件事情 我覺得政策要修訂 因為我們現在明明就有3萬6千戶的空屋 那你要蓋那麼多公宅理由是什麼 我們要思考看看 那實際上全台灣那個公宅政策也要修訂 你明明現在超過12個月沒有住人的房子 有60萬戶 你要蓋量20萬戶的公宅理由是什麼 所以表示說 有時候政策還是要按照實際的狀況再去做修正 這我們要思考 那 托育 托嬰托幼 現在0到2歲 大概會給人家托嬰的 大概20% 這20%的裡面大概72%的是公共托育 所以這個問題要比較小一點 不要問題是幼稚園 幼稚園是這樣 其實幼稚園最大的問題是公幼跟私幼價格差太多 並不是說那個家長對那個私幼的交易品質不滿意 我覺得是這樣 公幼加上非營利 目標70%的 這個我們要努力 目前只有44% 我也承認這個我們需要很大用力 但是有一個我優先解決的 特幼 因為這以前我倒覺得這樣 特幼不太可能有什麼非營利 因為沒有人有興趣 所以特幼100%為目標 我們希望在兩年內可以把它做起來 所以說特幼我們先保護住 然後公幼加非營利目標還是70% 至於怎麼做 我們還是會想辦法去處理 在還沒處理之前 就是萬一你沒有錯到公幼 我就每學習給你13660 先讓你保持一個 失落感不要差那麼多 實驗教育 大概穩步 我們每年大概增加2到2個學校左右 到今年100 我們目標是107年 今年會有4個 108年今年會到7個學校 實驗學校 那非學校類型的這個 學生總數 還在上升 但是我覺得我老實講 現在已經 今年會到1892 還會不會增加我是不太清楚 因為我們也少子化了 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是這樣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應該慢慢會平掉 我想大概就維持那樣 那我的目標是這樣 實驗教育大概到3%就停了 到3%我們要停下來觀察看看 到底要怎麼做 事實上也不是所有學生都上實驗教育 所以目標到3%了 所以我們大概到8個學校以後會暫停 那停下來思考看看 要不要再繼續做 鬆雨教育 這是我們目前我們 大概我們還在進行 到今年應該會到11個 現在已經6個學校 還在加5個學校 所以今年9月應該 台北市鬆雨學校會達到11個 那國際教育 從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今年大概會補助9000名學生 1億到國外去看看 另外我們台北市高中 跟其他英國跟美國的高中 開始有這種聯合課程 就是你讀一個學校可以拿到兩張文憑 這個也有助於 將來你到歐盟 或者是美國去升學 所以這會繼續做 南洋北流 我們現在已經收到了 今年上半年又收了28個學生 這個我們又收 那個印度跟馬來西亞 那我們大概今年會開始開放 其他國家的 那產業也不限於ICT 但是這個擴張的速度 我也覺得穩步前進就好 所以我們開始 希望說 如何讓台灣的產業 去這個南洋 新南向政策 去南洋 招說我們要的碩士班 跟博士班 這個要處理 那這遊學 這個是這樣 這個去年 日本來台 應該不是去年 今年 我們算一算 日本高中畢業生來台灣 遊學的 從去年的五千人 變成一萬三千人 所以很明顯的增加 所以有組織還是有效 我們到底覺得這樣 如果日本的高中生 來台灣畢業旅行 跟我們的學校有這種 什麼姐妹校 這個是百年基業 因為他高中來台灣玩過 他以後大學還會來 畢業後還會再來 所以這個是一種 國際交流 穩步前進 不過今年應該 因為今年我們有組織的做 很明顯這個人數就上升了 台北馬拉松 這個今年可以拿到 同標籤的認證 我們希望再過到2022年 可以達到金標籤 那體育局整合的這個場館 現在開始可以 線上的這個申請 線上的付費 OK 聯合防災中心 台北火車站 每天有50萬到60萬人出 可是聯合防災中心 要到今年9月才會完工 我們在完工以後 還是會辦一個台北火車站的這種 大規模的演習 還會再做 共榮市郵聚 我想這陸陸續續在開 在做 我想這個很多議員都很關心 這也是台北市做一個文明城市 在過去幾年市民比較喜歡的東西 那社福是這樣 反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陸陸續續都會佈建 那這個老人福利是這樣 淨老卡 從今年的4月1號開始 4月開始 大概 每一次可以補助是快 那一張淨老卡 如何擴充使用 我們現在還在思考 還在思考 但是這樣 社會福利 易放難收 所以那個淨老卡要怎麼開放 容許我們再慢慢再思考 所以現在是這樣 可以做公車捷運U-bike 現在再加上 補計程車的補助 每一趟就補助50塊 因為我們把計程車 視為公共運輸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說將來停車會 慢慢還是該收的還是要收 我們還是不鼓勵市民自己開車 那至於其他的老人共餐 樂齡學堂 或是這個一日遊 該再做的我們還是陸陸續續會做 石頭湯計畫這個是這樣 因為這個涉及專業 恐怕如果要說明的話 有興趣的議員有在跟大家講 目前台灣照顧老人的外勞有28萬人 目前台北市大於65歲以上人口是17% 如果我們的照顧模式不變的話 4年後我們需要30萬名以上的外勞 來照顧我們的老人 這顯然是個大問題 但是怎麼做 這的確是問題 所以怎樣才是最有效的老人照護系統 這我們需要施找看看 所以有關這個整個長照 你知道嗎 它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怎麼做 坦白講到現在一直 我們也沒有好的Model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瑞典 大於65歲以上的人口 從7%變20%花了130年 我們台灣只有30年 所以今天台灣不是老化嚴重 是老化的速度太快 讓整個社會來不及應變 所以在面對一個這麼快速老化的台灣社會 到底我們的長照系統要怎麼做 坦白講這個需要討論 那我們陸陸續續也都有在做整理 但是最好的Model 我有承認還沒想出來 還在施辦 那參與市預算的話是這樣 有去投票員越來越多 到去年已經有16萬人投票 案件不多 只有4案 但是投票員可以達到16萬 這表示說 我們慎選案子來做投票 所以I voting這個慢慢在台北市 慢慢變成一種公民運動 參與市預算 到現在為止還算成功 很多里長也很喜歡他 所以我們到去年 今年是陸案有91件 這個我們就慢慢 I voting跟參與市預算 我們就慢慢推 那那個 那個木柵那一支煙囪你知道 後來是用I voting解套 既然大家喜歡長警路 那我們就長警路好了 財務的話是這樣 我們已經還了530億 利息省了21億 那 在未來的時間 我也不認為說 台北市要繼續大量還債 我倒覺得是這樣 如果在整個公務員的效率 可以提高的話 大概債務就不繼續減少 就維持這樣就好 我們還是可以開始擴充建設 因為我在上任的時候 我們資本門預算執行率只有66% 那 今年的數字我還沒看到 到2017年的時候 執行率加上 腳庫是達到81% 我倒覺得是這樣 在公務員的效率沒有完全改善之前 我不太贊成擴大財務支出 因為這等於是浪費 所以應該是精實管理 應該比擴大財政支出更優先 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 還是希望整個台北市政的公務員的效率 可以再更提高一點 那其他的 這個什麼重大開發案 我們到2017年 就已經達到299億 去年大概590億 那今年如果這個雙子星有過的話 大概就超過1000億 所以台北市的經濟是這樣 大發展沒有 但是整個這個招商速度 慢慢越來越 還是有穩健在成長 那 不過剛才有講過 面對這個電商 物流 無現金交易 我認為在未來5年內 整個台北市的經濟面貌會大幅度改變 但是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需要大家一起討論 OK 好 謝謝大家 市長施政報告完畢 好 市長施政報告完畢 接下來 第一組是不是可以 要不要先給大家休息10分鐘 我們再開始質詢 還是要 還是要直接 休息10分喔 5分就好 10分啦 10分啦 休息10分鐘 休息10分 10分 1分 8分 2分 1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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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